你是怎样看待一针疫苗都没有打的人 他们当初可都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的 遭受了莫大的歧视 觉得不打疫苗就是异类 在单位人家都打了就你不打 那你不要来上班了 疫苗不仅要与饭碗挂钩 职位挂钩 级别挂钩 还要与奖程挂钩 你就是回到家里 还是要承受来自家庭成员的唠叨 讥讽 亲戚朋友的不解和各种猜想 承受各方情绪的绑架 当时国家大力号召民众一定都要打疫苗 我记得小区里醒目位置挂的横幅就有这样的内容 年轻人最大的孝顺是带父母去打疫苗 那到后来说打疫苗送鸡蛋送奖励 后来直接送钱了 有的城市说打一针给200升到500 最后给800一针 好像国家求着你们这些人打疫苗一样 那即便是这样啊 根据官方统计 国内仍有560万人一针疫苗都没有打 那刨出去那几十万不能打的有基础病的人 还有500万人真正一针疫苗都没有打 这是少数中的少数人 他们都挺过来了 要说真正不打疫苗的原因呢 主流思想认为正常的疫苗应该好多年 需要时间的沉淀加上无数人的试验才能投放大众 这个疫苗不具备这个条件 说白了呢 就是不相信这个疫苗 我觉得呢 他们都不是一般人 而是具有超强毅力和清醒认知的人 生活中如果遇到他们 和他们交个朋友吧 他们是真正觉醒的人